意外現場在桃園市的桃鷹路 今天中午十一點多 發生水管爆裂的事件 畫面上您可以看到有大量自來水 就像瀑布一般直接湧上了大馬路 很多騎士跟車子經過的時候 都得要小心閃避 避免發生意外 車輛經過坍塌處 車身顛簸 凝水漸氣 不由路面大片積水 附近民宅也跟著遭殃 民宅房間一度水淹有十公分高 二十三號上午十一點左右 民眾發現桃園桃鷹路有大量自來水 突然從路面湧出 附近住戶說事發前曾經聽到地下傳來奇怪的聲響 之後自來水管線破裂 不由路面坍塌 也造成一輛麵包車經過時一度受困 到場封鎖道路 並協助相關單位救災 並呼籲汽汽車用路人遵從警方的指揮 反速通過 警方隨即出動人員前往封鎖現場指揮交通 附近區域停水也設置了三個臨時供水站 民眾有需要可以前往取水 目前水公司也全力搶修當中 預計二十四號下午可以恢復公水 提醒用路人經過時要特別小心 減速慢行 記者謝江玲 陶雲報道 警方 指揮 警方 評選 cried 評選 commissioner